嗨大家好我是VW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我是怎么做笔记的 好那怎么开始做笔记呢 首先你要先准备一本 活叶的笔记本 好那为什么是活叶呢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用那种一般笔记的文化 如果你写错 那你很容易就必须要把整页撕掉 会很花时间然后又很烦 那如果活叶式的笔记本的话就是 你可以适当的去安排你的笔记 那假如说前后顺序需要调换 或者说如果你有新的整理方式 然后你又有新的见解之类的 你就可以把它就是重新规划 然后再排到你原本笔记里面 有一些东西就不一定要一直重写 因为有一些笔记你是会一直整理的 你应该是在高中三年先整理过一次嘛 月考一次 然后你可能在准备大考啊 比如说学生或指考的时候 你又会再重新整一遍 然后你有可能在读一些题目什么的 然后你又会有新的感想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种 就是一页一页翻的那种笔记的话 我是比较不推荐 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变成说 你想要重新整理的话 可能会发现说 诶这个笔记旁边已经没有位置 可以让你重新整理 或者说如果你要重新整理的话 你变成只能再拿另外一张纸贴上去啊 或者说整个都要用立可白的把它涂掉这样子 那什么时候开始做笔记呢 很多人都会转到比如说老师讲完 然后可能过了好几天 笔记在读的时候才开始做笔记 那我其实太推荐这个样子做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当堂课老师讲完 或者说可能在讲的过程中 我可能就已经直接把那一张东西都稍微看过 然后读过 因为老师基本上都是一次讲一点点 一次讲一点点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读到非常非常大量 然后再一次去做整理 一次一次整理一点点一点的东西 你可能到后面的时候 又有看到相关东西 又可以把它补回来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上课前 或者说上课后 或者说上课中 这些时间我可能就会少回 就是用铅笔啊 这个大概在课本 或者说那张范围旁边 反正就是先规划 然后再上纸 上纸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它整理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那接下来你可能在月考前 你就可以再把这些东西再整理过一次 那它就会在你的脑海里面 加上很多很多的印象 因为你自己写的笔记 跟你直接看东西背起来 我觉得用写的 可以让我的印象更深刻这样 所以多整理几次笔记 你亲手写下来 你就会知道说你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你的思路是怎么走的 然后呢你规划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在下面 或者说这个旁边东西的补充是什么意思 然后或者说你可能是 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才因此写下这些笔记的 那笔记到底怎么做呢 我刚刚已经有讲过说 就是我的笔记都会分类颜色 做笔记到底是什么意思 笔记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很复杂的东西 用自己的思路把它变成 你自己一看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然后就懂的东西 你必须要把它整理成一个 在你的大脑中 就是有自己的规划 然后跟分层 然后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写 这些简化的笔记是可以协助你在解题的时候更快 就是让所有很零散的知识 规划性的放在自己的脑袋里面 那如果真的记不起来才放到笔记上面 像我自己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我标题的话都是用紫色 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用紫色 那我内容的话就会用黑色嘛 然后我一些比较重要东西啊 就会用红色 然后次能重要就会用蓝色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 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特例啊 或是说补充 反正就是你必须要把整本课本的知识 把它分类 不管用什么颜色都好 就是你自己 只要你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 分类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重不重要 对我来说 就是我容不容意忘这件事情 像我黑色的话 我刚刚说是基本的东西嘛 这就是很简单 你必须一定要记住的 那种基础的公式啊 然后基础的内容什么的 那红色的话可能就是那种 一样是很容易爱考 但我自己很容易忘记的东西 我就用红色 那比较不容易爱考 我也比较没那么容易忘记的东西 我可能就用蓝色 用颜色可以很好去建立观念的分层 因为我们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如果你有一个东西不小心没记到 那你可能那几分就飞了 那你那几分飞了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考上你自己想要的学校 所以考试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你一定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整理简化成你自己 对你来说最有利的笔记 这本笔记才是有用的 不然你再怎么去抄别人的笔记啊之类的话 那都是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自己想过 那再来第四个点就是怎么增进笔记啊 怎么增进笔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可以把写笔记这个东西想象成可能在盖一栋房子 然后呢你先把铁条啊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先把它架好 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这样讲的 反正就是你必须要先把基本的东西都先架好嘛 那你架好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说 诶你这些铁条跟铁条中间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些空隙 那这些空隙的话你就是必须要靠刷题目 然后还有比如说反复的去读 或是读不同的参考书啊 去理解说诶你这个观念中间是不是有哪些小洞洞是没有补到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刷题目没有用的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事先整理笔记 那你看哦你在什么东西都已经没有的状况下 你发现这里有个破洞 可是你基本的架构跟大纲根本就没有 那你等于说是你自己相关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空壳 所以你一定是必须要先把你的大纲先架好 然后再用刷题目去补你的漏洞 然后呢靠着你的题目啊 或者说上课老师讲的一些补充跟范例 开始慢慢的去找说诶你这些大纲架完之后 你因为这个题目所以去检讨说诶你这个观念是哪来出问题 或者说你这个观念有哪边是可以加强跟改进的 因为你每一次读新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一定会有新的理解 而且你其实是会越读越清楚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 如果你一开始其实搞派前的状况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就是去练习题目 然后呢去知道说诶这个观念它最容易考的东西是什么 你不然一味的就是一直去刷题目 然后完全没有读 如果一直刷题目然后完全都没有读的话 那你刷这些题目根本就没有用 因为你刷这些题目的确是在帮你的观念加强 但是你加强的都是你已经会有东西 可是你不会跟你容易忘记 然后你容易错甚至已经观念完全大错误的那些 你要怎么办呢 那这就是为什么检讨题目还有读题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会一直狂刷题目 但重点是他刷完题目他根本就没有去整理 好可能有很多人会去做什么错题本 但是很多人做完错题本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看那些错题本 因为他们的错题太多了 那我们要学的东西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错题整理成笔记 也就是简化 你必须要把这个题目简化成一个观念 比如说你错这个观念你就变成 A到B这件事情是你最容易错的 那你就是把A到B这件事情 放到你的笔记里面就好 不需要把他整个题目的题杆 还有什么叙述全部 然后呢还剪下来 你还要去影印 然后再把它贴上你的错题本 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没效率的 你是可以把这个题目就是用银网笔画起来 然后在复习的时候啊 那就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观念 以这个方式的话 这个原本错误的观念就会很容易 而且很快的可以被改进起来 所以做笔记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高光三年一定要慢慢开始开始 一直一直开始做笔记 不要等到大考前 你还在临时抱佛脚 别人都已经读过五次的观念 你可能才第一次开始读 然后甚至可能刷几个题目 然后你都觉得你已经会了 但重点是其实你的基础根本就不稳 如果你想要就是一步等天 或者说临时抱佛脚 就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世界有这个世界运血规则 会失败是真的会有原因的 所以就算你在考试的时候失败 没关系 你就是找出你自己的问题 然后把它去改进 这样就好了 那刚刚那四点是 怎么开始做笔记这件事情 那我这下要讲的三个重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很多人在做笔记的时候会犯的错误 第一个 不要忽略标题 我知道很多聪明的小朋友 基本上看过的话 都会很容易的理解说 就是这个公司在干嘛 但重点是 很多小朋友会很容易忘记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大考中心最爱考的东西 就是最基本的那个观念 你反而就会那些 比如说什么竞赛题啊 然后有的没的 然后什么特殊解题法 反而是没用的 因为大考中心 它就是只会考那些最基本的观念 但如果你忽略标题的话 你就很容易把大考中心想要考的东西 直接忽略掉 虽然我自己在高中三年的时候 因为很急嘛 然后呢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不太笨的小朋友 我那时候就是思考速度非常非常快 然后我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然后呢 跳到就是譬如说 我很容易初心啊 然后我很容易忽略很多东西 然后我每次在改考阵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很简单 我其实应该会啊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 就是怎么考上台大149天那两集 有讲过 初心也是一种实力 如果你把你的初心 算在你的借口范围里面的话 那你一辈子都不需要想说 会成功这件事情 无论是你现在在考试 或是说你之后出社会 都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初心的 因为你就只有一次机会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因为你自己讨假包 或是说一些找信心态 然后你还觉得你可以 因为这些找信心态就成功化 我不会跟你讲说完全没有这种人 一定还是会有一两个小数的 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可是 并不是那么多天才 存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天才也必须要够努力 他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就 所以 小孩们 不要忽略标题 好吗 大英姐姐 乖乖去看标题 然后好好思考说 这张还有这个公司 到底在讲什么 冷静下来看 好好看 如果你够冷静 你就会知道 老师到底想要考什么 你可以去揣测老师的心态 因为你已经很清楚说 这整本课本里面 最重要的是哪几个东西 是哪几个观念 然后呢 特例是哪几个 如果你忽略很多基本东西 那就代表你基础不好 那基础不好的话 你就不用想说 你自己的分数一定会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 因为 如果你基础不好的话 你一定会有一个天花板存在 那要怎么改进这些基础的东西的话 就是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你在读什么 你在写什么题目 然后呢你在整理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第二个点的话就是 背笔记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 拜托一定要复习跟背笔记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心心 他是觉得说 诶我做一个错题本 或者说我做一本笔记 好我把我不会的东西都写上去了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去读这些错题 或者说这些笔记 你就是写一个新案你知道吗 你就是写完 然后觉得我写过一遍了 所以我就会了 没有你还是会忘记 就是因为很容易错这些东西 所以它才会变成 导致你失分的原因啊 那如果你这个原因没有好好去解决 它根本最基础的观念问题的话 那你继续把它放在错题本 或者笔记里面的话 它还是不会在你考试的时候出现 然后帮助你 这个笔记照来讲 应该是要变成一个 你在考试的时候可以想起来 然后你可以很顺利的把题目解出来 你可以把答案很快的求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你逃避的借口 就是不是说你把你所有错的东西 然后什么东西都直接写上去 你这样就会一百分 或者说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啊可是我要写的笔记很多耶 因为我都不会 好同学如果你都不会 那你就应该把它背起来 很基本的东西要背这是应该的吧 拜托 考试就是要考谁记得熟 谁记得顺 然后呢谁记得比较多啊 那如果你连最基本你该记的东西都没记的话 那你就不要来跟我谈说 什么你想考高分啊 或是说你有什么梦想 你有什么目标 因为你连你最基本该做得到的东西 你都做不到了 那喝来谈什么梦想 对不对 那我之前已经说过 我自己在大考前一天的时候 你不管怎么考我 我只要看到这个相关观念 我是可以直接在考卷上空白处 把相关的观念 我整理出来笔记 一模一样的直接写在旁边的 不是说什么就是表格 或是说细节都一模一样 颜色都一模一样什么的 就是我可以知道说 这个观念旁边延伸出来是什么 然后有哪些特例 然后哪些会容易错 然后哪些可能是跟另外一个观念是有连接 这些我都是可以直接写出来 或是说直接在我脑中想出来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考试的时候 脆所有的题目 不然你整理再多笔记 你考试的时候你那本笔记就放在外面 那这你根本就不可能去看它 那你整理这本笔记 那到底是来干嘛的 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些笔记的东西 都弄到你的头脑里面 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 不要抄别人的笔记 这很严重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会抄 比如说什么读书帐 或者就是古灵秘籍的那种整理表格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不错 但我自己也有在卖我自己的笔记 那之前我有被人家质疑过 说在影片里面讲说就是 不要抄别人的笔记 可是我自己去卖笔记 然后我就传了一个截图给他 就是那个截图是之前很久以前 有跟我过笔记的一位同学 就是蛮多的都有传给我 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那是我第一则收到这样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 就是他跟我说因为我的笔记 就是他参考了我的组织架构 然后去做出属于他自己的笔记 然后他照着我的读书方式 然后最后在考试的时候 可能有点小发烧还中暑 但最后他还是成功上了扬名一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跟强者的差别 就是说强者他会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他会知道说我买这个笔记来 不是用抄的 因为用抄的就是单纯就是你 把他抄上去 但重点是你根本就没有思考过 你没有在你自己的脑海中去规划这个观念 然后还有这个笔记 照理来讲应该要怎么写 如果你真的知道 然后你想要整理出一本 属于你自己的笔记 你应该是要就是参考别人的组织架构 再去写出你自己的东西 不是一模一样的去照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很多人会去买什么 北一女孩什么什么笔记吧 我不太确定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追踪什么读书 这种请务必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要考大学 那这位北一女她的笔记 她最后上了什么大学 那这个读书章 这位同学她最后上了什么大学 这东西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笔记会写得很漂亮 会写得很丰富 会写得很完整 可是你写得丰富跟完整 那这样跟课本到底有什么差别 课本就是把所有东西 就是把它丢上去啊 然后你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学会 笔记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把它自己简化成你自己看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一个 完全没有简化过 你就只是把课本上的东西 整理成漂亮表格的一个笔记的话 那我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笔记 你读在多边都不会是有用的 真的 不非你自己照着 比如说她的思路 她的思维 你学她的优点 你觉得她这个观念整理得不错 然后你觉得她这个比较整理得不错 然后你把它收过来 然后你再重新去整理 用你自己的思路跟思维 然后呢可能去补上 比如说你在某个题目啊 看到一些观念 然后或者说你觉得很特别的东西 再把它变成你记得笔记 这样才是有用的 不然你就追什么读书站啊 然后你买什么笔记 你都只是在骗自己 你就只是在买一个信仰欸 好像买了这个笔记 然后我就会删 没有 绝对没有这回事情 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好像 又收过一个三颗性的差评吧 就是她是说 她觉得这个价位 但这个笔记CP值不高 但我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价位对应着我的分数 那我的确是因为这本笔记 然后才考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相关因素 那我前面两集 其实都已经讲过嘛 我到底是怎么读的啊 然后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然后我怎么规划时间什么的 然后说一件事情 我刚讲的 笔记是每个人的简化方式 那如果你要求我的东西 是跟课本一模一样多内容的话 那我可以很遗憾的跟你讲说 那我就绝对不会考上台大雅 我也不可能有459分子的分数 因为我出过就是 一味的把东西直接抄上去的话 那我这本笔记 就跟参考说是完全没有两样的东西 我是希望来买我的笔记的人 可以在读过之后 或是说在甚至在读之前 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的思路 跟我的理解 还有我的整理方式 在他们自己读过 然后可能刷完题目之后 与这套笔记有新的理解 然后进而去转换 成他们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参考我的一些 酒机表格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买过我的笔记的人 都知道如果你有在读书 你就知道我在写什么 那如果你没有在读书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绝对看不懂我在写什么 因为就是我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 都是曾经考过或出过的东西 那只有在读书 而且读很深的人 才会知道我在写什么 曾经有一个 买过我的笔记的学生也是跟我讲说 他说乍看之下 好像这个笔记没什么 然后很乱 可是如果有在读书的话 你阅读 这些东西就会 这样这样这样跳出来 对 这就是笔记的效果 因为我跟他的思路 是在同一条路上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观念是这样走 而且我们知道说 诶 这边可能会有陷阱 然后这边可能会有特例 但是如果你读够多的书 然后你读够多的题目的话 你同样跟我走在同一条路上 你就会知道 因为我在讲什么 我不会说去买我的笔记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你会不会分数高 你会不会考上 这件事情都取决于 你自己本身努力的态度 然后还有你花的时间 然后还有你的读书方式 这其实都是相补相乘非常重要的 就是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就是 就是无论你怎么做笔记 你都必须要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笔记才有可能会成为 就是可以帮助你考上 你真正想要的科系的笔记 好 那以上七个点就是 我觉得我做笔记一下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 每一个都希望各位 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然后去检讨一下 假如说自己有出现 哪个部分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去改进一下 然后也希望就是这集影片 有帮助到 现在还在迷茫 还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考医生啊 或者说重考生都好 所以我真的只希望 在考试这条路上 你们都可以找到 你们自己的目标 而且清楚的知道 然后勇往值钱 那我的笔记连结 会放在下面 但是我想先跟大家道歉 但就是我自己很愁 所以就是有心理准备在买 然后也不是说 你买了就一定会考上 当然我还是有收到很多消息 就是他们可能因为我笔记 然后可能真的有所成长 我很感激就是我自己 能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大家 也希望自己不会误人子弟 然后也很感谢 这些给我回馈的学弟妹们 就是让我有动力可以继续就是拍一片 或者说帮助大家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拜拜 why yea 最后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废话一下 不要买信仰 然后也不要花时间去追踪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应该是你自己建立出来的 你那个目标才是你的信仰 不要因为 我觉得你追踪很多台大的网红 或者说你追踪了很多读书账 然后你就会考上 没有这件事情 拜托你 追踪这些人的时间 拿去好好读书 多写个题目 多补一个漏洞 多拿一点分数 不是比较实际 而且还是会成功的方法吗 谨记 拜托 所以正在准备考试的小朋友们 就是除了看 我的影片 就是你们真的觉得有帮助的影片的话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跟我拉赛 那我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跟朋友拉赛 赶快去读书 赶快去整理笔记 赶快去整理题目跟读题目 GOGO 加油 等你好消息 拜拜